有這個流感的證實是有流感症 而需要停貨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在世界各地其實都沒有一個 是流感而需要停貨的或一標準的 它這個要平衡兩點 一個就是平衡這個流感的散播的風險 還有家長在處理 譬如小朋友上不了學 它要去別處會不會再增加它的流感風險的這個平衡 所以現在的做法是接受 第二方面 剛剛今天公佈了有191個幼稚園和幼兒中心要停貨 這個是重要的訊息 因為這個也是佔統計大概是剛剛不夠五分一 意思就是說 其實現在流感的高峰期對兒童的影響很大 唯一我是覺得是不滿意 也都是衛生防禦中心要做得是比較好的 就是現時幼兒中心和幼稚園都做不到足夠的覆蓋率 在大概超過一千間幼兒中心和幼稚園裡面 只有150幾間是有安排到這個道校的註誓服務 這個是極之不足的 這個和這個小學的相比 這個是個數字相當偏低 所以衛生防禦中心必須要在接下來包括兩段時間的 譬如會不會追加在夏季流感高峰期的時候補打 又或者最重要在下一年的冬天之前做好一些安排 另外一方面我想說就是有關於現在的流感的疫苗 是沒有保障到在幼稚園和幼兒中心工作的老師和員工的 那我不希望這個叫做流焦 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幼兒中心的員工老師 其實他們也是一個重要有機會互相交叉感染的來源 所以他們必須要是受到這個流感資助計劃的協助 我希望他盡快修改這個流感資助計劃 是將它涵蓋在幼稚園小學和幼兒中心的老師和工作人員 這個是進一步保護了這個流感免受這個影響的 跟著第二點我想說 就是有關於現在的醫管局的特別津貼安排 我對於醫管局是增加個特別津貼安排 增加百分之十是表示是歡迎 不過其實是沒有解決到的問題 第一就是這個津貼要去申請和用 都是有很多的困難的 舉個例子他要確定那個員工是在某一個病房 某一個部門停了工之後去別處幫忙才會計算的 譬如如果他自己病房有問題 自己部門有問題 他就沒有獲得這個特別津貼 這個是很難去接受 為什麼呢 因為譬如舉個例子 他如果在內科或者老人科病房 他就不用去別處了 其實他自己的病房已經是倒捨螺蟹 已經是等於戰場 如果他這麼硬性規定這個做法 只會令到在內科病房 在老人科病房的員工 第一是不太公道 第二也是浪費了 因為很多其實他們是願意去加班去做 只不過是在那個機制裏面 是沒有給他們可以幫到 另外一點最重要 如果看回現在醫管局的數字 其實有沒有流感高峰期 那個輪候的數字 還有在病房人手不足 是從未低過的 現在這個特別津貼計劃 是只行過12個星期 其實已經不止一次 醫管局個別醫院 因為那個所謂資源不足 是將很多臨時合約 或者是曾經請過的一些 退休的員工 拒諸門外 我重申一點 其實所有公立醫院 就算沒有流感高峰期 都是極支 無論人手和資源都不足 這個所謂特別津貼 不應該只限於流感高峰期 在一年到晚 特別是一些極支短缺人手的 譬如大型的地區醫院 和特別一些部門 譬如內科、老人科 它應該行常去做這件事 直至醫管局 是聘用到足夠的人手 無論在病房的醫護人員 或者是一些在病房的助理 是足夠之後 才應該考慮取消 否則的話 這個應該是一個行常的安排 它也呼籲政府給足夠的資源 令到醫管局 可以進行行常的安排 去保住現在人手不足的 無論病房 或者是醫護人員 我們有學校的訓練 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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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認為 是否也應該是有好想 有些訓練訓練訓練 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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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國家 和各個國家 這種行常的訓練訓練訓練 以及重要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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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 bot the amount of the drops of the influenza outbreak was significant and the vaccine actually plays a very great part in cutting down the infection rate of the influenza so I think it must be the next stage of the vaccination programme that should cover all the kindergarten and all the child care centres how low is the vaccination coverage in kindergarten so far so far it's only 150 odd childcare centre and the kindergarten being covered you know by the arrangement mostly it's actually from the school if compares to the total number of more than 1,000 it is roughly equivalent to 15% it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we expected okay you know